武器在地的知名医院与中心大学合作 要在杀戮展开造林计划 在历经三个月的苗木建化以及整地后 这天邀请医院百位员工到场来种下树苗 展现出要推动减碳爱地球的绿色医疗决心 因海线风大与基地土地相对平级 执行团队使用能克服这些条件的相思素来进行造林 预计未来可以为地球吸收大约327公顷的二氧化碳 为当地建构永续自然环境 医院院长亲手中下树苗将土田平稳固根基 武器在地的知名医院号召百位员工到场植树 要在位于杀戮大渡山腰的空地展开造林计划 都为医师穿着白袍到场 展现出要推动减碳爱地球绿色医疗的决心 对现在地球的软化天气的温差变化很大 还有各项的水土我想我们就是基于我们这只乡里的人 然后重点数然后绿化让这个环境有所改变 做这样的一个植树的宣誓 那么带头来引领这个医界 那么大家来一起不只是提供民众的服务 也对环境的保护做出贡献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楷模 透过同医院这一次这样的一个造林计划 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有更多的公司部门大家一起来加入 那做好这个造林的一个工作 这次的造林计划与中心大学合作 森林系教授刘婉玉向大家解说计划内容 将在0.86公顷内种植1297棵耐旱抗风的相思树 并由森林系的研究团队教导正确的种树方法 提高树苗的存活率 那在一年多以前同总院长到我们中心大学来 那他希望说他们医院要走向绿色医院 还有要为地球的永续尽力奋力 所以他希望说来跟我们合作 植树还有碳汇这样的一个计划 中心大学团队表示 这次造林基地条件较为严苛 会竭尽所能让树苗顺利长大成林 为在地达到抗污降温防风的效果 也渴望为地球吸收约327公顿的二氧化碳 建构永续自然环境 记者来以台语中则发报道